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哲 這部久前拍完那部幫iPad換裝Dbrand的影片之後 今天又要再亂搞它了 還記得那部iPad Pro 9.7一年後的影片裡面 我有提到我從來沒有升級過它的iOS嗎? 結果在發完那部影片後不久 我還是把它給升了 從iOS 10.3.1升到iOS 11.3.1 當初是想說為了將來比較好的相容性 再加上當時網路上有說 11.3.1也快要可以越獄了 所以我就升上去了 結果,You know what 這是我此生做過最後回的事情之一 你知道iOS 11真的是 爛到一個你媽都認不得嗎? 我這台雖然也是前兩代的東西 可是好歹它也是當代的性能怪獸啊 結果iOS 11把它搞得像五年前的產品一樣 不要說遊戲了 系統都跑不順了 真的很厲害 好好 雖然我知道iOS 12就好很多了 但我就是在可以越獄跟順暢之間做抉擇啊 而且如果沒有升級的話不就兩個都可以得到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現在看到路上有人用iOS 10的話 我是真的會發自內心的嫉妒嗎? 好,假如你現在用了iOS 10 然後站在我旁邊好了 我會用這種眼神看你 好啦,在這一發牢騷不是重點 當初升到iOS 11之後不久 確實這個越獄就出現了 雖然之前的插件沒有以前iOS 10多 而且相對蠻不穩定的 常常動不動就... 不過它至少是能用的 所以我就也不太計較了 唯獨一個東西 我一直都有點在意 大家還記得以前我這裡平板左上角改的 一頂iPad關開水嗎? 什麼? 3次你閃標 手機 那這個當然也是靠插件改的啦 而且經過我測試 唯一能將左上角iPad字樣改掉的插件 就只有那個了 結果啊 升到iOS 11之後 這個插件也不能用了 所以我就這樣看著預設的iPad字樣 過到現在 然後心中時不時 浮現出這個往事已經回不去的感嘆 好啦,其實也不是不能用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說的那個插件 有搞夠躍鬱的應該知道這個 算是老牌的改電信商名字的插件啦 它這裡有很多的主題圖示可以選 而且你也可以自行新增你想要的圖示進去 那我們點了之後就可以發現 它確實把iPad字樣改成那個圖示了 只是我要的不是這個啦 我要的是可以改成其他字 而不是圖示 那這個插件確實也提供了改字的選項 它就在這個carry text裡面 你只要點進去 然後打你想要的字 它就會變成那樣了 只是這個就是iOS10可以用 但是iOS11就不能用的東西了 以前一頂iPad關開水就在這邊改的啊 只是可以發現 我們改了之後 它啥都沒有變 本來我是就這樣認了啦 只要我剛想到 既然用圖示可以運作 然後也可以自訂的話 那我們將字轉成圖檔 放進這個裡面不就OK了嗎 現在我們就要來試這個辦法 首先我們要看這些圖示存在哪個地方 它這邊寫說Library的Zappling裡面 那我們就開檔案管理器進去 喔這種地方當然沒有閱讀是不給你看的喔 所以就進剛剛說的 Library裡面的Zappling 好的確這邊應該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圖示包了 像我們剛剛是用Apple的嘛 我們點進去看它這邊就有一大堆的組合 而且還有這個 藍色的Logo耶 這個藍色Logo不是很久以前 iOS5之前的東西嗎 所以我猜如果我們要改的話 這種藍色應該就是不用理它了啦 它這邊有一個readme文件我們來看一下 哇它這邊蠻貼心的告訴你你要怎麼去制定這個Zappling的主題啦 所以我們現在是iOS11嘛 要看這個iOS7下它寫說 你的圖示最好要16個像素高還有40個像素寬 然後背景要是透明的這樣子 那剛剛有看到一堆組合嘛我們看一下 對啊你看 所以我們要用的就只有Logo跟Dark跟Light而已 喔然後你還要放1倍跟2倍進去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iOS7之後它只要用到Logo的PMG就好了耶 對啦反正它下面這邊就是寫說 Dark跟Light是不強制要放的 如果你有放Logo進去的話那就好了 好那麼我們就轉到電腦去吧 首先我們在Dropbox裡面新建一個圖檔 只是這個像素的話 我們就先用1280x720好了 我就想說先打完字內處理好之後 再把它的高度縮減為33 22跟11這樣 那要注意的是我們這邊打的字要是iOS內建的原廠字體喔 那也很幸運的 我不知道之前是從哪邊搞到的 我有這個iOS的原廠系統字體 總之我們就打啦 一定要配 啊不是不是要配也是iPad 一定要配溫開水 再把這個背景給弄成透明的 再來就是要修剪把這個上下左右的透明像素給修剪掉 再來應該就是改影像尺寸吧 高度的話我們先從33開始好了 再來我們建一個叫做Water的資料夾 然後檔名我記得就是Logo at 3x4 要記得是PMG喔 因為只有PMG才有這個透明的背景 再來應該就是如法炮製吧 把它改成22高 然後再11高這樣子存檔 好全部都存好之後 它就在這個地方了啦 我們把它給弄成zip檔 然後再丟到可能Dropbox 反正就是要讓iPad去開它啦 丟到Dropbox之後 我們用iPad看應該就會有了 欸對 這邊就有Water.zip了 那我們再匯出 就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檔案管理器去開它 好我們就有這個Water.zip 那我記得這個檔案管理器它zip檔就 對 點進它就可以變成資料夾了 點進去之後裡面 喔還有一個Water點資料夾 啊這個要注意一下喔 不然如果點進去不是馬上刪個Logo的話 它應該是不能用的 所以要把它給丟到上一層 然後這個資料夾刪刪掉 再來應該就是直接移動到 剛剛說的根目錄 然後Library 再來Zeppelin 應該就直接這邊就可以了吧 然後 是那麼快嗎 進這個Think裡面 我們 真的有Water 所以我們這樣子點一次 欸真的有了耶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快很多 而且重點就是 我的這個高度好像真的抓到剛好耶 真的就是22個Pixel 你們仔細看一下 我現在iPad是有螢幕錄影的 你們仔細看 它好像 真的跟旁邊的WiFi差不多等高耶 至少看起來不會有那種 設計失敗的感覺啦 只是我不知道是我眼睛還是怎樣 它看起來好像沒有旁邊右邊的真正的文字來的銳利耶 就是有一種 它就是個圖檔的模糊感吧 雖然遠看是看不太出來 只是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改好了 因為Photoshop的文字工具裡面有一個這個 好像是文字的邊緣看它要怎麼處理啦 所以本來是銳利啊 那我改的強烈的話 好像沒差很多耶 喔應該是因為我現在的解析度太高了啦 如果我們改成 直接改成22好了 然後改它的這個方式 喔這個就真的有差了 銳利的話它邊邊就比較那種 溫和的感覺 但是強烈的話就是真的很強烈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啦 只是丟到iPad上面 或許會比較好一些 我們試試看好了 這次我們就先只存兩倍的圖檔就好了 因為不知道丟到iPad上面看起來會不會比較好 那把這個丟到Dropbox上面之後 用平板去開開看 好這個Logo直接會出 就是剛剛的那個SOP啦 把它給丟到剛才的那個地方 應該直接覆蓋是沒有關係啦 取代 那怎麼說 有點太粗了 可是我們這樣子看 真的比較沒有那種剛剛的模糊感 還不錯耶 我找了一個以前iOS10時代的截圖 然後跟現在比對一下 喔好啦 iOS10這個真的是細很多 不行不行 這個強烈的太強烈了 那我們改成尖銳的話咧 這樣子成長看看 好移動過去 看一下這樣子有什麼差別吧 有喔比較細了 而且好像也沒有一開始的那種模糊感了 我們再跟本來的iOS10比較一下 對啦 這就真的是差不多了 雖然還不能說來到一樣啦 但我覺得可以啦 這個差別是平常跟1看不出來了 好啦這個應該可以啦 那我們就把 好啦1倍跟3倍也弄一弄啦 算我是真的覺得他應該是用不到這兩個圖檔啦 喔 而且這個高度11的 這他媽還是字嗎 不管了不管了 遇到問題再說 貼上 取代 取代 完成 好啦 那這大概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小改造了 雖然說是小改造啦 而且這個真正的步驟可能 大概實際做可能5分鐘而已 只是我應該要講解啦 所以這整個過程好像花了快一個小時了 好啦 總之我的文開始回來了 那這個影片應該也差不多就到這了 總的就是這也只讓大家看看我平常是怎麼亂搞的啦 大家在國小有自己的手機之後就開始這樣玩了 雖然這個年代好像會這樣搞系統的人已經不多了 可是這就跟我貼Deepbrand一樣啦 因為 對我來說 多那麼一點與眾不同 心裡會有收不上的那種 優越感嗎 反正我就是會繼續這麼做的 目前啦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這樣玩了 那就是我老了 脫離小時候的年少輕狂了 不過支持我的觀眾們 我還是會繼續愛你們的啦 天啊 好給掰喔 呵呵呵 我還是會直接玩了 好可愛喔